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人活着就是为了什么呢 归根结底就是为了活得开心 没烦恼,一生顺利 不过哪有十全十美的人生呢 有人站在巅峰时上 有人非常忙忙碌碌 为了生机不停的奔波 那么一些富裕起来的人 是有哪些手上的特点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有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这里是天阳玄机 首先第一个是川字长 我们说川字长呢 是三条主线 三条主线没有相交形成一起 互不相交形成川字 这种手向啊 事业心非常的重 物性高 无论做任何事情都容易成功 事业和财运是相互影响的 事业平步轻云 财运自然会越来越好 这是川字长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食指跟无名指 等长 食指跟无名指等长 这种人呢 心智 权力和支配欲 都是能够非常强 而且呢 荣誉得权 性格比较顽强 具有霸气和野心 实质长于无名指的人呢 或者是等长于无名指的人呢 具有才华 极强的管理能力 对目标要求很高 属于事业型的人才 财运自然是不会差 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手上啊 他有太阳线 就是无名指下方的这个太阳线 有太阳线 这种纹路呢 性格比较开朗 心灵手巧 钱财积蓄 能够有可服 钱财不断 有一季之长 不论男女啊 都是容易外出闯荡发展 而获得财富 太阳线直 而且深的人呢 从无名指下方 这个昆弓起 直起 延伸到乾弓 或者砍弓 乾弓和砍弓呢 是很长了 已经到了月秋的位置了 那么就 到了砍弓的话 那更是已经快到手腕了 那么这类人呢 这么长的太阳线的话 是游泳有蒙 为出色的领导人 为经商或者为官 都是非常不错的 还有就是手心 掌心凹陷 这个是不用说了 是聚宝盆的意思 能够聚裁 还有就是手上的纹路交错 形成元宝纹 这个也不多说 以前说过很多次了 好了 有关这几种手向特点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